今天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也讓市長朋友很不滿 有一位住在新北市的市長民眾邱先生 不滿管委會公告他的導盲犬 違反了公共衛生 決定要告上法院 沒想到板橋地院的法官卻說 如果狗亂叫 就要把他給轟出去 讓邱先生更是心痛了 因為竟然連法官都不尊重法令 不尊重市長朋友的權利 乖乖靠在主人身邊的狗狗 就是導盲犬Journey 他帶著主人走安全的路 自己卻處處遇到障礙 最近邱先生住家的管委會 說他的導盲犬違反公共衛生 讓他趕到受入告上法院 沒想到卻被板橋地方法院的法官 二度傷害 一開始法官要他把導盲犬 拴在門外 後來雖然准許他把狗帶進法庭 但態度讓人不敢領教 所以讓人受傷的 然後是說 那如果待會狗狗 就是影響到法庭的話 我就把他轟出去 那這個感覺就很像是 衛省就先判了嘛 邱先生強調導盲犬是專業的工作犬 不會亂叫也不會隨便大少便 法官不只缺乏知識 身為執法者 竟然也不了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 對他們的保障 我覺得今天是一個執法單位 怎麼會讓人家這樣心寒啊 那我們這十幾年來做的宣導 那是不是等於是白費的 面對指控板橋地方法院表示 法官的確說過那樣的話 但是是對律師而不是對邱先生說的 不過有做不好的地方會加強教育 那這個部分法院將來也會加強教育 民眾如果覺得這個法院的開庭態度 有要改進的地方 這點法院會虛心的檢討 雖然是法官對著律師說的話 卻全被走入法庭的邱先生聽到 他說感覺被捅了兩刀 他只希望社會大眾對島盲犬 能有更正確的知識 也希望一樣的事別再發生了 記者林健美邱福財台北報導